認冊作庫 去年這個時候 紐約大都會看守所來了一個新鄰居羅斯 是從墨西哥過來的西班牙裔 六十多歲的移民律師 羅斯沉默寡言 深藏不露 但就有萬水千山的經驗 走遍四陽五洲的歷練 一天晚飯之後我跟他聊天 他知道我來自中國香港 就告訴我90年代 他亦在香港九龍住國 還為我說起了香港獅子山的故事 他更說 香港跟他熟悉的另一個地方非常相似 就是直布羅拓 羅斯說 直布羅拓 暗稱是巨岩 是在西班牙伊比利半島的南末 把守著通往地中海入口的北岸 面積比你們的灣仔區還要小 只有六平方公里 人口三萬 十分之一是英國移民 那個巨岩就好像你們九龍的獅子山一樣出名 看顧著他腳下地方的居民 我沒有到過直布羅拓 只知道那裡不設利得稅 銷售稅 遺產稅 有非常寬鬆的稅務條例 很多歐洲和國際銀行都在那裡設分站 因而成為南歐北非的金融中心 也吸引了不少博彩商和線上遊戲商 前往設置據點 我好奇地問羅斯 直布羅拓是長期的英國殖民地 你知不知道他的歷史呢? 當然知道了 羅斯這樣回答 直布羅拓因為他的戰略地理優勢 一直是英國皇家海軍重要的海外基地 傳統上英軍主導直布羅拓的經濟 海軍船奧製造大量的經濟活動 但過去20年 英軍對直布羅拓經濟的影響力急劇減少 1984年 英軍經濟活動仍佔當地生產總值超過六成 現在只佔百分之七 英國在1713年從西班牙取得直布羅拓 並且在1830年宣布為大英帝國殖民地 直布羅拓最高元首是英國女皇 外交、國防都由英國負責 女皇委派總督管理當地事務 西班牙一直稱擁有直布羅拓的主權 但由於當年來西班牙經濟不景 以及政治長期不穩定 直布羅拓的居民都反對英國將主權移交給西班牙 1954年 西班牙政府限制向直布羅拓供水 以圖奪回主權 結果導致1967年當地舉行首次公投 極大部分居民支持英國繼續統治 1975年 西班牙新的民主政府重新開放邊界 而英國與西班牙相繼加入歐盟 局勢得以緩和 1997年 英國工黨上台執政 被指為博取歐盟好感 而試圖交出直布羅拓和西班牙共同管治 2002年又舉行公民投票 結果九成八票要維持英國統治 現在英國脫歐 直布羅拓地處歐盟圈子裡 政權就是英屬 身份尷尬 人口流動管制安排 尚有待明朗化 其實這個都可以理解 我這樣說 當地居民向往跟隨條件比較好的做中主角 英國又如何看待殖民地的居民呢? 是英國的公民還是國民? 公民是有居留權、選舉權和被選的政治權利 國民就只有被統治權 羅斯笑著回答 1961年前 大家都是英國及殖民地的公民 殖民地的居民是要申請歸化入英籍的 1961年 殖民地就變成了英國海外公民 到了1981年 就有英國屬土公民 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就加上英國國民海外 即是BNO的身份 沒有居留權 不能夠直接切換成英國公民 但是1984至1997年後 當香港的屬土公民護照 都轉換為沒有英國居留權的海外國民護照時 英國政府在1999年宣布 屬土公民護照持有人 在英國本土能夠有居留權 2003年 英國又將英國屬土公民 修訂為英國海外屬地公民 看來英國政府 從來不介意3萬直布羅台的白種屬土公民 全部都湧入英國去 羅斯卸了一下說 我在香港的時候 英廷剛剛推出1990年英國國籍法令香港 提供5萬個香港家庭直接居英權 主要是給那些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官員 以及有能力的重要人士 這個計劃到了1996年底結束 居民前高官特首也曾被委派籌劃推廣 香港人居英權的計劃 父母或貧或父都是父母 國家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自己的國家 只要是賊才會認賊作父